今年的冬天 歐洲可能因為俄羅斯停止供應天然氣電力拉起警報 所以德國也決定延後關閉原本要在今年底除役的兩座核電廠 在這個二零一年日本福島發生核災之後 德國原本就規劃要在二零二二也就是今年底實現非核家園 關閉境內所有的核電廠 不過呢 因為俄羅斯停止供應歐洲天然氣 造成了歐洲在這個冬天供電可能會吃緊 所以德國決定延後到2023年的4月再關閉兩座核電廠 但是德國還是堅持廢核的立場 沒有打算為最後的幾座核電廠裝填新的燃料棒 排除了研溢的可能性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